有台独家父支撑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李登辉如今已经95岁 近来数度进出医院 14日甚至传出病危消息 不过李登辉发面于当晚赶忙否认 没有这件事 他这三周都在家中休息 三个礼拜都没有到医院 不知为什么会有这种消息传出 但有关李登辉的不幸病危因此而完全平息 20日岛内再有消息流传 原国民党台联党主席 有独教父支撑的李登辉传不幸消息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20日晚间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自己19日在秘书长陈局陪同下 前往前李登辉家中拜访照片 并称李登辉精神很好 与他们闲话家常很久 蔡英文还带了炖好的药膳鸡汤 请人做成料理包送给李登辉 祝其中秋佳节愉快 据了解 蔡英文此行停留大约一小时 搬出李登辉来制约 独派是高招 也是蔡英文寻求2020年连任之路的大动作 民进党中常会19日通过选队会讨论案决议 民进党各级党公职及候选人不应参加及参与动员 10月20日群众聚会 抵制喜乐岛联盟揚言动员10万人 为明年4月台独公投举行的造势活动 对此 香港中评设发文称 这是蔡英文切割独派的里程碑 更值得关注的是 两岸关系错综复杂 但两大红线是很清楚的 第一是有宣布独立相关动作 第二是外国势力介入 前者诸如今年搬上台面的三大类独立公投 后者如美国军舰、军机、部队进台湾 以及蔡英文访华服等 美国和蔡英文对这二大红线都有所忌惮 几个月前 三大类独立公投喊得震天响 最近有逐一冷却之事 1.近五星旗公投 第一关就被中选会洽入 联署的机会都没有 2.民进党聚配和喜乐岛联盟 明年的台独公投休民投票法 及无举行公投的可能 3.2020年东京奥运台湾 证明公投联署虽过了28万门槛 但中选会决议的选举 公投两阶段 领票投票却大大增加过关难度 而且蔡当局已公开宣示 将遵守国际奥会协议 使用中华台北知名参赛 三大类独立公投落的 雷声大鱼点小 自然有蔡当局的考量与操作 在外国势力介入部分 美国的台湾旅行法 国防授权法案 虽在今年成为送给蔡当局的大礼包 但至今蔡英文未进入华府 美台联合军演扩大军事交流 并未明确上场 美国日前明确否决了 派陆战队驻守台北办事处方案 美国国务院更一度在社交网站上称 台湾为中华台北四友对东奥台湾 证明公投示警意味 可见纵使美中贸易战大的凶 华府也不敢轻易动挑战意中的红线 蔡英文19日经由民进党正式决议 宣布民进党各级党公职 及候选人不应参加及参与动员 10月20日群众聚会动作更大 以今年绿军低迷不振的选情 若干民进党现实议员候选人 并急乱投一拥抱独派 还有一批人靠到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连线 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志 也曾为东奥正名公投占台 蔡英文若未明确地踩刹车 很容易失控 让外界认为台独是民进党主旋律 且让大陆有此感觉 喜乐岛主持者郭北红市民是董事长 为候选人争相讨好的对象 喜乐岛的邀请公职与候选人很难说不 蔡英文用党的决议划下红线后 全党上下都得遵守 蔡英文此时切割独派何以重要 就蔡当局与民进党而言 可避免踩到大陆红线让事情闹到无法收拾 对蔡英文个人则是防止独派继续做大影响连任 在此之前独派有一阵子非常嚣张 诸如孤宽敏述度公开表示蔡英文做一届就好 2020年应让给赖清德选 李登辉8月9日在狱所接待科文哲传出 还提到2020年议题 对蔡英文也多所批蓬 而赖清德在立法院表示 她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自然是对独派释出我可取而代之的重要讯号 可以观察到蔡英文自严览陈局入府担任秘书长 形成所谓蔡赖局铁三角 赖清德已收起锋芒 进入蔡赖配模式 普院关系平顺许多 蔡英文与李登辉关系兵士 不只是为避免李公开出来挺喜乐岛的台独公投 更是拉李登辉来抑制独派 也防李登辉因不买蔡英文而挺赖清德或柯文哲 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19日通过一切割喜乐岛议案 当天办会李登辉 用意甚深 现年95岁的李登辉对独派仍有重大影响力 是台独家父无物 其实理财关系曾非常机密 李登辉任内的两国论 借急用人等政策 蔡英文都是其中灵魂人物 蔡英文的两次大选 李登辉都出力不少 李蔡关系裂痕是在蔡上任后 李登辉对其两岸关系有意检查指点江山 蔡英文心生不满所造成 2016年9月李登辉基金会办募款餐会席开起十桌 蔡英文精美道 李登辉愤儿宣称以后不要他了 95岁的老人要的就是蔡英文的尊重 这次蔡英文带着陈菊亲自提着鸡汤去探访 一笑敏恩仇 两人关系又回到从前 李登辉给了蔡英文切割独派的底气 喜露到少了李登辉坐镇 成不了大气候 陈水扁是保外就医身份 说穿了是尼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小打小闹而已 蔡英文不会改变抗中基调 但看来也不会踩大陆的红线 让自己落入险境 美国也不会支持 但尽管如此 乱则成为台湾政治的代表子 感谢观看